新闻回顾与展望 一周亮望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听众朋友继续收听的节目 两岸安居所进行的单元 一周亮望 这周两岸间的新闻有哪些值得关注 今天要谈两个焦点 第一个是台湾和中国大陆对外关系的发展 第二个是中国大陆组织宣传尺度出现的紧缩 我们再度邀请汪报总编辑汪冲中观察 非常欢迎汪总编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先来关注一个新闻点就是在前几天 中华民国驻美代表处在华盛顿双向云所举行 元旦升起所引发台湾中国大陆和美国之间的波澜 这是三十六年来中华民国驻美代表处首度在这里举行 举办地点其实应该是没有问题 因为它是属于国民政府财产 不过还是引发了中国大陆希望美国遵守 三个公报跟谈关系法的一个中国政策 这样的要求表态 那么美方是表达对台湾这项做法的一些关切 这是擦枪走火或者是美中台三边关系出现的一些变化 这一次我个人看法是觉得擦枪走火 那当在这个同时也许因为这一次在双向云的升起 是中美断交以来第一次当美也引起北京方面的这个紧张 那也造成中美台三角关系 因为这一次双向云的这个升起的这个小小的动作 然后引起了一些波澜啊 当整体到目前的位置啊 对于三边关系并没有呃产生这个撼动的这种结果 但是的确哦 也引起北京方面的这个紧张 也让美国方面对于美中台的这个三角关系 有进一步的这个希望这个不要出怒中共当局嘛 那台湾这边当中美代表胜利群这边 那也遭受了媒体的一些抨击 从台湾的这个呃我们中华民国的这个立场来看 呃我想主权的坚持是台湾一向啊 在对外关系上的一个最重要的一环 呃如果我们不坚持中华民国的主权 我们对我们主权都不坚持的话 那我们的国歌何在 那台湾也没有任何立足点啊 在国际社会啊 我想从这个角度来看啊 沈女群呃这个驻美代表啊 他呃这个在双向云这个一次的升起啊 那呃引起外地要高度的关注啊 那从台湾的这个主权的角度来讲啊 他并没有做出任何的事情啊 那我想这个是很清楚的啊 但是就是说呃我们从一个外交的这个策略 还有外交的这个手段来讲啊 台湾在两大之间啊 这个难为小啊 那台湾从过去啊 我们一面倒的这个呃 在政经方面都全部靠向美国啊 那到呃这些年了 中国大陆逐渐壮大之后啊 那成为全球第二大的经济体啊 甚至在未来几年啊 未来可能就会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 台湾在经贸方面啊 很明显的倒向了中国大陆 但在政治军事外交上啊 还是依靠美国啊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台湾很矛盾 台湾现在做任何在中美之间做任何事情都会很矛盾啊 因为台湾为了要经济的发展啊 为了要生存啊 那说穿了就是为了要生存 在经济上没有办法不依靠跟中国大陆的这个互动啊 那也就是跟中国大陆的贸易啊 还有双方之间的这个经济的往来 是台湾生存最重要的这个基石 如果我们不跟中国大陆往来啊 双方在经贸上 如果说我们采取封闭的方式 或者大陆对台湾进行封闭的话 台湾的经贸是绝对完蛋的 我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有共同的这个理解 但是在这些年我们看到中美之间啊 虽然这个有静和关系 也有合作关系 在处理台湾问题上 中美也是出来这样子的一种方式 他们有时候在陈月宾总统时代 我们看很清楚 中美是共管台海 那共同约制 这个陈建总统不要走向台独 因为走向台独 其实不单是台湾会形成灾难 在两岸关系会造成这个兵容相见 对美国来说 他也会被拖下水 所以美国 我们看到陈月宾总统任内 美国的这个小夫席总统是非常不满意 台湾对外关系上还有跟中国大陆的互动上 那美国也非常清楚的这个表达 对于台湾如果要走毒的话 美国是反对的 这是非常非常清楚的 所以在陈月宾总统时代这个共管台海 这个是已经非常清楚 但现在马英九总统上来之后 我们看到在对两岸关系上 进行了一些羞慕的动作 两岸关系也逐渐的好转 是算两岸关系有史以来最好的 中美关系也是有史以来最好的 所以严格来讲 马总统内政也许是遭受非常多的批评 但是马英九总统在对外关系上 一直处理上是非常的温和的 那也得到中美双方的共同的 不管是公开或私下的肯定 那这次省旅行这个擦枪走火 的确造成两边的涟漪 那北京也是的确没有办法容忍 我记得我们在驻北京的记者 访问中国资深的外交官吴建民的时候 他也就明确的提出警告 因为这个是踩到了两个中国的红线 大陆反对台湾的高一中一台 和两个中国 所以就踩到这种红线的动作 当然北京是没有办法容忍 他一定要做一些抗议和反弹的动作 但是整体来说 我们觉得这个东西的确是在中美台 双方在经过马总统温和的 对大陆的政策 让两岸对外关系上 其实处在一个有史以来 六年多平和的关系 激起了一些涟漪 那整体来说 以目前来讲 并没有造成很大的影响 好 我们希望这涟漪 尽速恢复平静 接下来就是也要延续 刚才总编的话题 谈到马总统的内政 还有外交 内政方面当然民众有所期待 但是外交上是踩火 最近有些似乎也在考验 活路外交的成效 就是中国大陆跟拉丁美洲 跟加勒比还共同举办的 中拉论坛首届部长及会议 那么前几天在北京举行 那么这些论坛主要讨论 当然也有些政治 还有对外关系 很多的数字 是在经济方面是一个主轴 有提到未来十年类 双方贸易格将可能会达到 五千亿美元 请总编来跟我们谈谈 中拉论坛首次在大陆举行 它的意义 还有那些我们要来关注的焦点 这两天我们传出了一个讯息 就是我们拉丁美洲的巴拉玛 我们的邦交国家 率先向大陆这个递出这个橄榄枝 那希望能够倡议提升他们现在 国家领导人层级的这样子的一个论坛 就是刚才主持人提到的中拉这个论坛 要把它变成一个领导人层级 现在是部长级 现在是部长级 对 现在是部长级 他希望他的领导人层级 巴拉玛的这个提法 其实象征他们希望透过这种方式 来跟大陆的关系正常化 那当我们知道这几年 我刚才我们再提到了 其实马总在2008年上任之后 那在两岸政策的这个温和的方式的处理 其实让台湾在这六年来 真正的上市邦交国 就是没有像陈前这种时代 或者李前这种时代 采取这种风火外交 尤其从陈前这种时代 采取这种风火外交方式 那造成台湾的邦交国一个一个的上市 其实我们从整体来看 这是国际社会是讲求自己国家利益 国际社会老讲没有什么道德 严格来说 在国际社会上 大家是比实力的 大家是比实力的原则 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主要的考量 各自以自己国家利益为主要考量 所以我们看到 包括美国也是一样 那这些年中国大陆 从过去的这个第六第七大经济体 这十年来一直串生到现在第二大经济体 它在全世界的经济的这个影响力 还有政治军事的影响力 都不断的提升 台湾所面对的中国大陆 如果说要采取一种风火外交 或者是对抗式的外交 或者是这种竞争式的这种外交方式的话 台湾肯定吃力不讨好 我们觉得马总统在2008年降低的一个方略和政策是对的 也符合台湾人民利益的 那如果我们现在采取方式 台湾可能现在邦交国剩下四个不到 现在还能勉强维持二十几个邦交国 那曾经这种时代的时候 台湾从将近三十个邦交国 都需要跟中国大陆互动 因为中国大陆的这个国力越来越强 甚至很多主动跟中国大陆希望能够建交的 大陆也这个采取这种冷淡的方式来处理 那从某些意义来讲 大陆方面不希望台湾跟大陆之间 在国际社会上的这种竞争影响到两岸关系 我讲一个非常现实的数据 大陆在跟拉丁美洲的这个贸易 这十三年来已经增加了十倍 那这是非常讽刺的 就是说你经济的双方不断的提升 拉美国家 台湾最重要的外交建交的国家 也是台湾的这个最重要的外交阵地 那这些相关的国家 跟中国大陆的这个贸易额 都不断的在增加 双方的利益还有关系都不断的在增强 如果大陆这个现在目前 以被动的方式或冷淡的方式来处理 假如他们要积极做种方式来跟 台湾在外交上竞争的话 台湾短时间内可能就有 8到4个以上的邦交国会上市掉 其实我们看到这次出席的论坛的国家 有11个是台湾的邦交国 所以也不免会担心台湾外交 是不是增添了一些变数 不过活动外交 其实中国大陆还有台湾方面 我们都有一定默契 不再是零和游戏 也不再互强角了 我们希望在对外关系上 都有一个比较好的发展 好 最后一个我们要谈的是 中国大陆的组织宣传尺度 是不是真的出现紧缩 那么最近有一出剧 引人关注就是两岸和游的古装剧 《五妹娘传奇》一度停播之后 又复播是不是可以看出端倪呢 我们请教总编 其实习近平上任到现在两年多 我们看到习近平在整个 舆论方面的控制 其实并没有让外界说 可能在新的一代领导人 在舆论控制上会比较放松 现在并没有 那在按照新的第五代领导人上来之后 习近平还是用了当时第四代和第三代领导人 所培养出来的在宣传体系上的重要官员 这也包括了中宣部长 还有封管中宣部的政局常委刘云山 原来从四川省委书记调任中宣部长的刘启宝 那再加上新华社人民日报 中央电视台 这个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中国日报光明日报 还有《求是》杂志 还有《经济日报》 这些副部级 还有中央级的媒体 基本上其实大部分的人马 都还是第四代领导人 第三代第四代领导人 所培养出来的人马 但是我们看到最近习近平开始 逐渐的调动中宣部的相关的一些 所分管的媒体的主管 那这一头最明显的是 他在把上海原来的 《人民日报》的副总编辑 后来调到上海当市委宣传部长 那《经济日报》 《经济日报》掌权之后 又把他调到《人民日报》当总编辑 这是党的喉舌嘛 《人民日报》 《人民日报》集团 然后他很短的时间内 在接《人民日报》的社长 那他现在等于是 这个正部级的《人民日报》的社长 这个杨正武 那也是习近平培养出来的 这个宣传体系的高层 那新华社 我们知道 新华社现在社长原来是李重军 李重军其实严格来说 在胡锦涛任内 在江泽民时代就提拔上来 那胡锦涛任内 担任新华社的这个社长 那新华社现在社长 也换人了 由原来这个光电总局的这个局长 然后转任中宣部当副部长 现在再调回任当新华社的这个社长 财明昭 那中央电视台 这个胡战凡台长 中央电视台大陆虽然是副部级的 最重要的副部级的媒体 新华社和《人民日报》是正部级的 这种宣传能量来讲 这个中央电视台它是最大的 那他们现在的这个台长 胡战凡 显然也到 应该是会很快的下台 会有新的人来接 现在包括这个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 这个总台长 王更年 那甚至有说 新华社的副省长 盛海雄 都会来接任这个职务 也就是说在宣传体系上 包括我们最近 上海最大的媒体 SNG 这个董事长李锐刚 职务也下放 那他现在就担任董事长 那相关的这个管理权 也经营权也换人 那各 其实重要大的媒体的这个主管 习近平现在都要开始调动 那我们非常清楚的 就是一个舆论的掌控 但是我们从一个简单的一个事情 我们知道大家很多 现在台湾的民众 可能看大陆的这个联系剧头 现在最近演的这个 《无媚良传奇》 听说还挺有趣的 对 这个湖南 它的转折 原来因为这个播到去年的 12月27号突然就停了 休息了几天然后再重新播 为什么停呢 其实我们只有有看这个节目的 这个听众朋友一定非常清楚 因为原来就觉得这个尺度的问题 唐朝的女人可能在当时 在播这部剧的时候 包括这个我们知道编剧 还有导演都觉得应该要 忠实的反映唐朝的这个女人的 这个现状 穿着上 但是后来可能中原部有意见 所以叫整个修改 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荧幕 都是拉近的 就看不到这个脖子以下的这个荧幕了 所以这个东西 这种方式的处理 的确让外界觉得 的确习近平在上任之后 走的这种路线 并不是外界所想象的 在第五代领导人会更加开放 他其实从某些意义来讲 在毛和邓之间的这个路线里头 悠走 那来做一些调整和改变 那也可以看出来 中国大陆在舆论风气上 并没有因为新的第五代领导人上海 有新的调整 从某些意义来讲会更加保守的 未来可能真的要持续来做一些观察 因为之前还看到他去校园演讲 有学生就问他说可以教练习大大吗 他说为何不可 可以吗 感觉好像是比较亲和力一点 但是从这个五妹两传奇这出剧 或许可以看出另外一个端倪 好 非常感谢汪报总编辑 王初中这段两大新闻交底 为我们做深入解析 谢谢总编 谢谢 谢谢听众朋友